大家好,現在要說台灣政府的第25時間 台灣機構的財產正常化,台灣政府的信託財產 我們要知道為什麼1979年1月1日後 美国總統要使台灣管理 因為台灣管理我們說的最重要就是台灣機構的處理 因為以前中國流亡政府和 因為以前的中國流亡政府就是中華民國 他也身兼台灣治理當局 我們要知道後來中華民國的中國流亡政府 要怎麼叫美国總統用法律整個鎖鎖鎖 現在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是美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說 這叫做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跟中美三個公報 跟聯合國的二七五八五決議文 跟台灣關係法的第二條 第四條跟第十條 都有說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要怎麼處理掉 因為現在中國流亡政府實際中造成滅亡 造成滅亡 造成滅亡的 他本來他是什麼樣的 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叫做什麼 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的權利 他也叫做什麼 美國總統跟國外用什麼 把他收回 他用那個什麼 我們說的那個AIT 所以現在台灣治理當局實際上是哪一個 是AIT 那個AIT他下面還有 他還有一個機構叫做什麼 叫做台灣機構 這個台灣機構都怎樣 對我都用中華民國怎樣 在全世界騙 騙說中華民國還在 實際上你如果按照美國總統來講 因為你要記得 美國總統現在法律上 你占領中國跟日本 所以怎樣 他可以指定政府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假的 哪一個是合法的 哪一個是非法的 其實我說實際的 美國總統說幾句話就好 因為美國總統他有佔領權 所以他要指定說哪一個政府在我佔領地是合法的 很簡單 人家美國總統今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真的 我們這個台灣這個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府 他就必須被消滅掉 他後來就被消滅掉了 消滅掉他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什麼 台灣機構 啊台灣那個台灣機構是什麼名字 我給你打到白的叫做難民營叫做台灣難民營 這個台灣難民營就是這個台灣機構 他裡面都收什麼人 收那個中國的流亡難民跟我們日本的政治難民 所以那叫做台灣機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一定都沒有了 沒有 也沒有任何一條條約說中華民國的所有的法律架構 或者是他的政治架構 應該在台灣機構繼續實施下去 沒有 實際上我們說實際上 我們說一個實位 如果美國總統下一個民營說中華民國 這個台灣機構從今天以後不必適用中華民國所有一切的法律跟國旗 其實現在就可以做了 因為沒有那個法律規定說台灣機構一定要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所以我就說台灣機構實際上他可以不必再用中華民國 不用了啦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那些什麼憲法啦 什麼有的沒什麼 整個都可以在台語什麼 說實際的可以在台語什麼 啊我們要知道 這個台灣機構就是美 就是什麼 就是美國君主政府 就是這個美國總統跟國會 人家要處理的問題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台灣機構 做這個價格的中華民國怎麼樣 他本來就是國際社會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包括他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跟以前那個中華民國都一直在侵犯國際法跟戰爭法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後來才被取 取消他一個什麼 一個國家的合法性 所以現在中華民國是這個最早就沒有了 早就沒有了 然後我們說一個實位 實際上就是這個台灣機構 叫人家以前沒有用的法輪 叫人家沒有用的法輪 繼續在用的就對了 你知道嗎 啊吼 那個時候就是 你包括什麼人呢 你包括我們知道的那個什麼 那個算是中間國啦 他就怎麼樣 他就還給他設一個民進黨 他本來就是國民黨了嘛 啊這個中間國又給他設一個民進黨 啊吼 跟民進黨這樣說說 你們國民黨跟民進黨要繼續在這個台灣機構裡面繼續選議 啊騙喔這個台灣機構裡面的人民 說中華民國國底的 對你知道嗎 所以就是1979年要一直騙騙到驚人 說是我們台灣人民騙三十幾年 一直跟你說喔 中華民國這個法律 中華民國這個國家還在的 實際上我告訴你那是一個大騙局啦 大騙局啦 你知道嗎 啊我告訴我 這個中華民國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詐騙集團 原因就在那些 實際上中華民國說的什麼憲法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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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 五權分裂 一些那些 無路贏 我就說我是 我們平衡啦 嘿 那個我們不要用 因為吼 台灣關係法就是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裡面 也沒有规定說中華民國的法律 可以繼續在台灣機構 使用下去也沒有 沒有人這樣規定嘛 所以就是說什麼 中華民國所有法律架構跟它的政治架構 可以怎麼平衡什麼 在我們台灣可以平衡什麼 所以你來看 包括我們現在美國所有政府 它就把中華民國國旗 全都給它下架 還有這個中華民國下面有很多法律 全都給它補不掉 有沒有你看到你下去中華民國政府網站 法規資料庫來裡面看 它有很多法律 都在台東在台東在佈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這個台灣機構 本來就可以不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說到時候 這個台灣機構要適用什麼法律 適用美國憲法架構下的法律 就是適用美國法律才對 結果他就把這個中華民國這塊砍衣 你知道嗎 又把它穿上去 這塊去吃衣服又穿上去 你知道嗎 所以我只說這叫做台灣機構 為中華民國 叫中華民國 人家說的掛羊頭賣狗肉 什麼掛什麼羊頭 掛中華民國 實際上裡面是台灣機構 我跟你說 台灣機構本來就可以不用再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實際上就是台灣機構就好了 這樣我們台灣人民 反而會比較容易正常化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中華民國的法律價格都給他拚拚掉 都給他拚拚掉 這個中華民國的法律價格 實際上會在台灣怎麼變應 不必再用了 這樣這點我先跟你說清楚 現在這個台灣機構 他是什麼 他就是假的中華民國 他為什麼 他世界上純台灣機構而已 但是他還把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法律還蓋起來 他已經固定 那些衣服衣服那些 那些衣服衣服又拿着穿 你明明 台湾你明明 这个好像是一个王子 王子 还叫你把一件衣服衣服穿下 我问你 我是要给你看到你是王子还是衣服 我当然在外 在最外表给你看你也是衣服 所以你会说一个 认为说中华民国还在 实际上 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 只是说 他这个台湾 这个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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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就是最佳于台湾人去选议 继续支持这个中华民国的法律 什么看的反应 你要知道你要按照中华民国的政党法 你知道他的政党法来说 就是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是按照中华民国的法律就在设立 一旦中华民国的这个架架没有的时候我问你 那国民党跟民进党他还在吗 他不在了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 所以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为了他自己的什么行准 他一定要选择 他一定要选择 他一定要有中华民国的选择 你知道吗 这样接着支持这个什么中华民国的法律在台湾 因为你要记得 民进党跟国民党是有法律成立的 还有法律 中华民国的政党法 进党法 跟那些选举办法 所以国民党跟民进党 一定爱支持中华民国的法律 这是我们台湾心境挫乱的所在 你知道意思吗 就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法律架构 对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什么 这个法律架构 你知道意思吗 我就说了 这个社会上台湾 现在按这个法律来说是一个台湾机构 即使现在适用中华民国的法律 我像我说中华民国的法律都不要用 如果美国总华下一个名义 你说中华民国的法律在台湾机构 你都不要用 你现在使用美国法律 等到这样台湾就好了 最后就好了一半 最后台湾就正常 这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人 还要在心境挫乱的所在 他又因为中华民国 是这种什么样的名字 是中华民国的法律 还在这样而已 中华民国说也走就死了 我们好像有看到一些木乃伊的佛像对吧 就是有人去做木乃伊菜的那种拜对吧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如果说那个高生死的时候 跟他没死之前 我问你他有一样吗 其实不一样 你如果说高生还活在状况 他是一个好好人 但是他如果死之后 那个屍体还在 还是他原来的人 光好学不是的 他是一个死体而已 你知道他吗 但是现在台湾人就是拜死体 就是又你用死体 又你认为那个什么 那个死体就是高生 不是啦 是这最有一个人死的情况 另外說,說我學的,他就是一個什麼,他就是一個死體而已 那個屍體講老實話,也不是原來的人 你知道嗎?這就是我們現在台灣機構,你什麼? 在叫這個中華民國法律在營,這個世紀的中華民國 這個法律在營就對了,再叫來營,你知道嗎? 是這個像我說的,台灣機構按照法律來講,應該是用美國的憲法,還是美國的法律才對? 因為我們這個台灣機構按照美國的台灣關係法來說,畢竟是受美國憲法、美國法律的保障 所以我們說的是這個台灣機構原則上應該是用美國法律 應該是用美國法律 但是他沒有,他怎麼你知道嗎?因為台灣關係法裡面有規定 你可以自己訂法律 你知道嗎?你可以使用自己自己訂的法律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這個台灣機構可以改變的所在 他可以怎麼你知道嗎?他的立法員,他可以說把這個中華民國法律都廢掉 對,反應又做一個新的 對,也是可以這樣,但是我說那個不可能,什麼看法 國民黨跟民進黨要維持自己的利益 他要維持這個中華民國法律,怎麼繼續在台灣 在這個台灣機構繼續統治下去 因為我告訴你,千萬不要說過 別人的孩子死不了 對啦,別人的孩子死不了 因為為什麼?國民黨跟民進黨是一個什麼? 對,是一個利害團體啦 你知道嗎?他是一個利益團體啦 他就是要來分贈的啦 要來選舉,要跟我們騙 騙說這個中華民國的法律架構 在那裡都會贏 實際上我們台灣機構可以不必再用這個東西的 我來說,那就是什麼?那就是政府經國創立民進黨的原因 就說你國民黨跟民進黨每天都會演八天黨 你知道嗎?讓台灣機構裡面去拚 讓他們去選舉,你知道嗎?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如果越激情的時候 他們就會越狂熱,越看不清楚台灣的國際地位 到底是什麼名字? 其實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都寫在台灣官區裡面 但是為什麼?國民黨跟民進黨這兩個利害團體都不敢說 都跟我們騙 騙說這個中華民國的架構要繼續在台灣維持下去 這樣啦,他才有繼續有利益 你知道嗎?國民黨的就是為了錢 對啦,要騙我們騙,騙說中華民國這個什麼 你這個法律說我們在台灣人,不用啦 國民黨就回避到台灣說,回避到上去阻塞 因為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黨都阻塞 你因為他們阻塞有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什麼他的利害關係啊 他哪有可能阻塞 所以他就繼續跟我們這些台灣機構裡面來騙 騙說麻煩你們來選議 那如果選議經驗的時候,他又跟美國怎麼說 你知道嗎?所有的台灣機構的人民都非常支持中華民國的法律 這叫做民主,你知道嗎?這叫做民主 你知道嗎?這叫做民主 你看,人民選擇了 那你美國政府你就點點,你知道嗎? 最沒有人這些光的台灣人民 你看,給我弄得虎虎貼貼的啊 給我詐騙的虎虎貼貼的啊 對啊,你知道嗎? 所以人美國在那握舊CS陰 打開跟我們說你這個台灣 你現在台灣機構的人民在政治戀獄當中 你知道嗎?這人這樣採取是對的 為什麼?因為國民黨跟民進黨他也不敢自殺 說這個中華民國實際上早就滅亡了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中華民國也不是 他不敢這樣說 你知道嗎?因為這樣頂著怎麼?頂著自殺 所以你說的,國民黨跟民進黨 一定要說中華民國的法律在台灣要繼續用 為了什麼?為了他的利益的延續 利害關係啦 所以我告訴你,國民黨也好 還是民進黨也好,他們兩個都財團 你知道嗎?他們兩個都什麼?利害關係都是財團 都是為了怎樣?人說的怎樣? 人不畏己,天誅地滅 為了什麼?為了他的政敵的什麼利益 政治上的利益 所以美國反映在跟我們說我們這叫做政治戀獄 他也不可能自殺 他也不可能跟你講實話 實話就是說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 但是他不敢這樣說 所以人家抓究CSN人家採的台灣機構 現在都政治戀獄 人家也跟你採啊 台灣機構不是一個國籍 台灣機構不是一個政府 台灣機構是政治戀獄 這就是我這一章要講的台灣機構 好,我進入我們這一章的重點 那台灣機構是什麼? 你知道嗎?台灣機構是什麼名字? 我按照這個台灣關係網裡面跟你講 是美國總統 是美國總統按照法律設立的什麼分支機構 分支機構 什麼叫做分支機構就是一個管理機構 所以台灣機構實際上是一個管理機構 我告訴你他在管理什麼? 他在管理難民 所以什麼叫做台灣 什麼叫做台灣機構? 難民機構 他在管理你一倍難民的 因為你現在國際地位是屬於難民的狀況 所以他就放在給你自己選擇 你在黑白去目 台灣人怎麼你去吞打 吞到死 人家英文都不會跟你說 你英文都不知道你是難民 所以台灣機構是什麼名字? 說到時候就是一個難民機構 一個難民營 所以我們台灣實際上是全世界最大的難民營 你知道嗎? 名字對外叫做中華民國 因為你中華民國的法律還扣在贏 那這個台灣機構本來就是一個難民營 然後你這個中華民國的政治體制和法律架構本來就是什麼? 對人民非常大的掠奪 所以你現在台灣在雙重痛苦之下 什麼樣的原因? 第一個你台灣機構是不正常的 第二個你中華民國的法律怎麼是有問題的 你還扣在贏 所以你現在台灣人民怎麼雙重痛苦 中華民國那些所有法律架構就不贏了 為什麼在中國那裡就證明了 人後來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給他獲得出來 我問你中華民國的法律架構實際上能夠用嗎? 實際上我說是中華民國的法律架構就不贏了 什麼你有把全書投到台大法律系 投中華民國法治系統的 我說是你投到都判他了 那些法治架構都不贏了 那如果他們的中華民國不會滅亡 他為什麼滅亡?他整個法律都有問題啊 法律的根基我就說 中華民國是一個不公不義的法律 他一開始設計那個法律的行動 沒有在追求社會公平 所以他後來怎麼樣 怎麼樣你知道嗎? 把中國的人民給給他出來 後來在台灣還不會亂做 為非參做 違反很多國際的後來把美國總統都給他抬掉 把他抬掉 為什麼? 因為那個已經證明 中華民國的法律架構不贏 這叫那些抬衫 我們這些弄的台灣人 又把它抬起來 對 你知道嗎? 又把它抬起來 所以你用這個台 你用喔 你用喔 這個中華民國的法 法制架構 本來你就會討好 我說一個是話啦 中華民國的法律 不管搬去日本 搬去美國 我說 全世界所有的人民 都記載不掉 什麼說的原因 因為他的法律架構的根基 本來就有問題 為什麼? 我就跟你說 中華民國的法制架構來說 他完全不追求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他是個不公不義的法律 人說的 國民黨是法律開的 法律是國民黨開的 我問他什麼意思 代表說那個法律 那個中華民國的法律架構 本來就是不公不義 所以他喔 這個不公不義的中華民國法律 他的憲政架構 走到哪裡都叫 你知道嗎 打來打過去 像過街老鼠 我說一個是話啦 中華民國的法律架構 以前用在中國 也把中國人民給出來了 現在拿來日本也把日本給出來了 你知道意思嗎? 那很不應的啦 中華民國我說是 那個 那個創那個 法律說的是喔 是 中華民國的法律 他自己 黑白亂寫的法律 黑白亂寫的法律 那個人本來就有問題了 所以 那個人寫的法律 本來就算是 很多社會問題了 什麼看的原因 中華民國的法律 跟國民黨這輩子的核心元老 本來就是一個不公不義的集團 我說的 中國都出四寶 是哪四寶 黑幫 神棍 土匪 跟詐騙集團 交替就是什麼 跟國民黨 他本來就是黑幫 神棍 土匪跟詐騙集團 這些人 他們的寫什麼樣的 好的法律出來 他們的製作什麼樣的 好的法律 你用膝蓋去想就知道了 你知道 中華民國的法治架構 全部都是 集團跟國民黨這輩子的完好寫 這些人 我說他們的全部都有問題 什麼問題 他們最大的問題 他們就是 自以為是 不知道自己有問題 有問題的人 他寫的法律 也是有問題 所以法律 不能不寫 你要什麼 你要照性經的 幾句來寫 你要追求最基本 我們法律來講的 法律要追求公義 法律的基準點就是公平和正義 你知道嗎 你如果一個法律 沒有公平正義做根基的時候 那個法律 不敢拿去全世界的中國 還是 這個什麼 日本 或是放在美國 我來講 全部都會亂 現在我們台灣的問題 在哪裡 中華民國這個法律 這樣就不行 你反而是用 美國法律會更好 你如果說台灣 現在沒有法律 我們需要美國法律 更好 等到美國的法律 會更清潔 你知道嗎 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會痛苦的原因 就是什麼 中華民國這個 不公不義的法治架構 就是這個政治架構 還給你蓋 實質上你是台灣支架 但是你還要求人 以前沒有他們的法律 那些法律還拿著你 那些中華民國的法治架構 我就說 他在中國一定證明失敗 中華民國的法治架構 我們說實際 是比共產黨的法律更差 所以你來看一個問題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黨 一定超過我們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的法治架構 什麼說的原因 我 要跟你說一句 那些法律要追求公平和正義 你如果這個公平和正義 最基本的精神 如果沒有去的時候 你法律寫一百萬條都不好 你不是法律寫這麼多就好了 你法律要追求公平和正義 你那個法律才有好 人家的人民才有說 這是公平的 你知道嗎 那些社會這樣 有一個公平的正義 社會會比較平和 所以我認為 我告訴你 法律是在讀什麼 是在讀公平正義 不是在讀條文 你條文 突一百萬條 你如果 你帶你那些社會作業 全部都不公不義 我告訴你 你法律更多 你是被法將而已 你是怎麼 你用法律在犯罪 你知道嗎 你用法律在犯罪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你這個法律 不再追求公平和正義 你就用法律在犯罪 所以我告訴你 那些中法民國 討法律事業 你以後都要解釋 我不會跟你騙 那些法律 是不再追求公平和正義的 那就是中法民國 那些法官 減載官 整個都失敗的地方 那些醫藥 整個都要犯罪 那不行的 中法民國 那些法治架構 就說我是 瘟死的 什麼樣的原因 他的法律 是不會追求公平跟正義的 你知道嗎 中法民國 他這個法治架構失敗 在那裡 不追求社會的 不公平跟正義 不公平跟正義 他是怎樣 人家說的 中國優良 五千年文娥是誰 兩個字 第一叫做騙 第二叫做唱 所以中法民國的法律 是這種你做什麼工作 第一你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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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說實際的 中法民國的法律架構 政府跟國民黨 跟中法民國的法律架構 很好的時候 本來就是一個騙我 頭巾的法律 你知道嗎 強盜也是有法律的 黑幫也是有法律的 我說中法民國的法治架構 就是一個強盜的法律 就是一個黑幫的法律 你不用懷疑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機 現在台灣機構來邊的人 在政治聯繫為什麼 因為日日夜夜被中法民國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強盜系統 你知道嗎 日日夜夜你自己掠奪 所以我說中法民國 他都出狗餐 出強盜 出土匪 出黑幫 還出詐騙集團 什麼看的原因 那就是這個法律架構所造成的 這就是我在說的 我第一本論 我在說的主權精神 你如果 我來講 你一段法律 你如果失去那個精神的時候 你那個法律就變成強盜 對 變成詐騙集團 你騙你唱的法律 好像強盜也有法律 欸 強盜也會設法律 你知道嗎 此路由我開 此事由我栽 遇從此 遇從此處過 留下買入財 這也是一個法律 啊 我相信 我相信 我們所有台灣機構的人 全部都要求 這個什麼 中華民國的法治價格 修理會 他都用什麼 一些用稅法啦 兵役法啦 一些亂七八糟的法律 你幫你什麼 你幫你拜託 對 啊因為他的法律都不可以的 所以啊 你都要拿 你都要什麼 你都跟 立委 跟那個什麼 跟那個政府說什麼 在那裡分贈 對 你都說要 你要有關係 你知道嗎 你要有關係 你知道嗎 有關係就沒有關係 啊提前來講嘛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那就是一開始那個法律不行的啊 所以你才要提前來講啊 所以我跟你說 這個中華民國法治價格 裡面所有的人 上至總統 嚇到一個什麼 公務人員全部都在貪污 什麼看完美 那是一個什麼 詐騙集團的法律 一個強盜的法律 我就跟你說 中華民國的法律 是不再追求公平跟正義的 它是一個什麼 強盜跟詐騙集團的法律 我看 我說是 我看不去中華民國的法治價格 那就是不可以的 那在那中國一定證明不可以的 啊 我們台灣用七十年的中華民國法律 變了什麼 現在台灣比較好 台灣現在會參就是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所以那些都怎樣 整個都給它恰硬撞 你知道意思嗎 我又是知道 中華民國的法律 它已經不再適合什麼 一個現代法律 為什麼 未來為什麼 要現代法律 台灣 一定不適合 中華民國的法律 有夠困難的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們台灣 還有它的什麼 還有它的詐騙教育 我最詐病的是中華民國的兩點 第一它的教育 第二它的法律架構 對 這是最惡毒的地方 對 我就說 中華民國的法律 它最大的問題 在那裡 不追求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所以你在它的法律架構裡面 你怎麼撲你就是了 啊 我就一句話 你如果要在中華民國的生存裡面 很簡單的 提錢來講 有關係就沒有關係 對 大事 化小 小事 化五 你看人家人家人家又沒有關係 什麼說的反應 對 啊 管理 錢還有一支 我就說都沒有關係 對啊 這就是 人家說的 換衣是國民黨開的 不然你是要怎麼辦 所以這就是台灣人 你痛苦 你解釋的地方 你就這個台灣 支构就是要繼續 跟中華民國這支架 這支架 去吃衣服 你就變成這樣 好 反正不關注了 人家美國軍事政府 就是要回來修 要來處理這個 台灣支构的問題 因為喔 我們在說實話 我們在回歸症狀 台灣支构 你不管怎麼說 在法律上 他仍然不是一個什麼 合法的政府 不 他到底是什麼 他是什麼 他是一個政治 政治機構 臨時組織 就是跟難民營一樣 臨時的 臨時的難民營 所以也叫做台灣機構 因為他不是政府 他不是政府 他為什麼可以運 他為什麼可以運轉 所以我說 他是一個什麼 政治分支機構 什麼樣的機構 主要是在管理難民的辦法 管理難民的自治辦法 人家跟你說 那個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那不然他是什麼 他就是台灣機構 就是一個什麼 我說的很像 難民營 難民機構 才管理難民的 所以你的法律 你自己去定 自己你要去 用什麼 中華民國的法律 或是要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或是要用泰國 或是要用日本 用美國的財利 對 你知道嗎 財利自己去黑白目的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 就怎麼樣 到底黑白目 對 他就受什麼 受那些以前的 中華民國詐騙教育的 什麼應用 他就在裡面 在中華民國的 懸崩裡面 一直在那裡 所以讓美國管理 跟你說 你在台灣機構 適用中華民國 法律的人 全部都是 什麼政治戀獄 政治戀獄 所以 台灣機構 我們說一個 受的 他 實際上 他只是一個 美國總統 上代解決了一個 國際問題 你知道 他就說 這個台灣機構 是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如果沒有 立即性的危險性 他就給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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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對 我說有問題 因為現在一定 都有問題 對 這個 羅鳩C 他就打 三點 三點 很要緊 對 什麼 他就 跟我們說 台灣機構 不是一個 政府 台灣機構 不是一個 國際 台灣機構 是什麼 是一個政治戀獄 對 然後 之後 美國 都 台灣機構 都有問題 這樣 沒關係 我現在 美國政府 想辦法 之後 他就設一個 USNG加 TCCG的架構 還有一個台灣政府 的信託架構 我前面 沒說過這些問題 我就沒說 他是怎麼設立 他是按照國際法 戰爭法下去 設立的什麼 合法的什麼 合法的政府 那叫做什麼 那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我們說一個 實話 現在 你如果說 台灣治理當局 是什麼 他未來 會有 美國總統 跟什麼 跟國會 下去指 下去指定 原則上 應該是這個AIT 這個AIT 他要怎麼 他會 變成台灣政府 這個信託架構 他會變成台灣政府 這個信託架構 這個台灣治理 還要怎麼 要 叫這個 台灣政府的 信託架構 整個把它收起來 就是這樣 所以我先跟你說 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 這個台灣機構 他會叫台灣政府 的信託架構 把它收起來 就是 這個 台灣機構 這個 叫的 中央民國 他要結束 結束營業 結束營業之後 整個都收回台灣政府 這個信託架構 嘿 這是 我來講 這是我做一張的結論 我做一張的結論 是說 台灣機構 他會整個 收收起來 收於台灣政府 的信託架構 所以 台灣民政府 裡面 我們有一些 證明文件 裡面 就有一個 台灣政府 那個什麼 基金會 什麼意思 那就是台灣政府 信託架構 然後還有給你一個 TCG 證明文件 TCG 實際上是什麼 是USMG加TCG 但是 我跟你說 他USMG他 他都 主要不跟你講 他都跟你下面講一個 那個TCG 其實 TCG就是USMG USMG 就是TCG 那兩個是黏造會的 因為說 我去美國的管道 我知道 我拿新聞證 我拿給他 的時候 你有沒有槍要帶出去 靠腰 那什麼意思 喔 原來我是 美國軍事政府的人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所以你現在辦這個台灣政府 身份證的人 你如果說去美國的 海關的時候 人家會把你看成 你是 美國軍事政府的人 我不會跟你騙 你都拿你的身份證 你去看看 那就是 USMG加TCG的架構 真的我不會騙 如果看到這個時候 海關看到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 槍要帶出去 你是不是有 武器要拖映 我不會騙 你要去關島才知道 因為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 現在 美軍在太平洋 所有的很多 武器 跟零件 全部都在 關島出發 出發 出發去哪裡 出發去台灣 跟這個 日本的沖繩 他都在關島出發 所以你如果走去 關島的時候 你如果把我們 台湾民進會 提起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 你是不是有武器 要拖映 他跟你想說 你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人 因為你拿那些新聞證 人家把你照下來 人家把你照下來 人家把你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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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人 要說的是 那就是美國法的 我跟你說 我們說 台灣政府的 身份證 實際上是美軍法的 是美軍的 國土安全局法的 所以他知道 所以你拿台灣政府的新聞證 你如果去關島的時候 你要問說 我要拖映武器可以嗎 他當然講可以啊 我真的不想騙 你都偷偷去問 你就知道 這是美國軍事政府法的嗎 對我不對 我說 那是你不知道 並不代表沒有 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我要講 為什麼身份證 後面跟你打一個 USNG加TGG 你去看新聞證 其實那個不是TGG發的耶 那是美國軍事政府的 國土安全局法的耶 你知道喔 那個喔 我們說是那個 台灣政府的 身份證 那不是我們自己的法連耶 那是我們美國的法連耶 這就是喔 我們這個台灣機構 未來要處理的一個原因 因為喔 我們說 我們要講一個實話 台灣機構 畢竟不擁有台灣什麼 合法的人民 土地跟財產的這個權利 他沒有 台灣機構是一個什麼 零食組織 是一個難民營的架構 所以喔 在法律上 台灣機構 也不擁有 人民土地跟財產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台灣機構 不是一個正常的機構 它是一個零食的機構 零食的啦 零食的組織啦 我跟妳講 那就是說 這個台灣機構 現在在台灣很大 他所有法律都零食的啦 那就是一個零食的難民營 這樣啦 所以我說 台灣機構是一個難民營 我沒話不說的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 人家 美國金融政府 要回來處理啦 他要有什麼處理 用台灣政府的信多架構 整個收拾起來 因為喔 這個台灣機構 來面的國民黨 跟民進黨 現在都在騙我 對啦 都在跟我們台灣人騙啦 你知道嗎 美國法律跟我們說 你現在台灣在那 政治煉獄啦 什麼樣的原因 他就用這個中華民國的 這個選舉的 體制 我給你騙 騙說中華民國 這個國家又在的啦 所以我說 中華民國是全世界最大的 詐騙集團 沒有錯啊 因為實際上 我就跟你說 中華民國就沒有啦 假的 假的 早就沒有了 那是你整天在那 公司望向為什麼 因為喔 那些中國流行難民 人家還有18%啦 人家還有一些 厲害關的 又在的 所以人家跟你騙 騙說這個 中華民國 喔 你要來選舉喔 對 中華民國又在的喔 這樣他不知道 結束你那18% 啊 他的中華民國 都沒有去的時候 我說 什麼趴都沒有了啦 你知道嗎 什麼趴都沒有了啦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那就是他們 這個中國流行難民 還有厲害關的 你跟你們騙 騙說你要 國民黨跟民進黨 你要來選舉 參加國民黨 參加民進黨 哪有選舉喔 算喔 你就越算越死啦 大家如果選舉 之後就分贓 選舉之後就分贓 不管哪有贏 還是 這個 這個什麼你贏 全部你分贓 都你政治分贓 為什麼 對啊 那就是跟你說 你喔 美國反而伴你 你喔 這個台灣機構 是一個政治電力 啊 反正我跟你說 你今天也聽不下去 啊 你如果聽不下去 你也知道說 實際上 你有什麼聽不下去 因為你一個 這個什麼 這個台灣機構 這個政治電力 所以我告訴你 你聽不下去 因為你自以為是 因為你一定 這個什麼 中華民國這個 詐騙教育 跟中華民國這個 詐騙的法力 你一定有 洗腦洗到 臭臭底底 欸 所以你怎麼 你陷入你 自己的什麼 你的胡思亂想 裡面 不可自拔 欸 這就是你現在 什麼 在政治電力中的原因 主要是 你的頭部有問題 你要承認說 啊 我的頭部有問題 欸 啊 你這個人 你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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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 台灣政府的 信 我 我 我先告訴你 為什麼 美國總統 跟國會 還有美國 軍事政府 他要幫我們 設一個台灣政府的 信誤架構 你要知道 為什麼我們法律上 要設一個台灣政府 這個信誤架構 為什麼 我們包括 我們身分證上面講的 就是一個台灣政府 你會覺得怪怪 我們新聞前 教員跟兵費 欸台灣政府 後面那就是 USMG加TCG 為什麼 咦我們來跟民眾說明了 現在合法性的原因 就來講 因為 我們來講一個想的 因為 從天皇戰敗那天開始 天皇在1945年9月2號 向美國總統 簽降虎文書的時候 就是 台日本帝國天皇 向美國總統 大行的是 我們台灣就是一個 信課架構 我現在 故事要在這裡 開始說 台灣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信課架構 因為這是按照法律 跟你講的 我現在要來說明 為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要幫我們設一個 台灣政府的信課架構 我會跟你說 法律上的原因 你才能量解 其實我說 人家美國軍事政府 這樣做 是完全正確 是按照法律來做的 對 他是按照你 台灣的法律來做的 啊齁 我告訴你 一件事 因為 因為在1945年9月2號的時候 法律上 我現在說的是法律上 美國總統 受到台灣的時候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信課架構 啊是什麼樣的信課架構 大日本帝國台灣 就是水天空的 但是為什麼 你這個台灣是水天空的 沒問題 大日本帝國 這個 這個 台灣 但是這個 大日本帝國台灣是 是交給什麼人去管理的 交給日本國的政府去管理的 你知道嗎 實質上是 日本國你經營天空的土地啦 我再說一次 實質上是 日本國的政府 齁 在管理這個什麼 台日本帝國台灣的土地啦 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這片土地在下關條約 是 是屬於什麼人的 屬於大日本帝國什麼 天皇 天皇 陛下的 啊 因為齁 這片 這片土地是屬於天空的 台灣這片土地你要記喔 是屬於天空的 不是日本國政府的喔 我要跟你說 因為台灣是直屬天皇 不直屬什麼日本國 因為它是法律上的規定 台灣在下關條約的時候 就叫什麼人收到 叫大日本帝國天皇 收到我們台灣的所有款 所以我們台灣喔 一開始就屬於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 啊這個大日本帝國天皇 你要記的 天皇按照憲法來說 只有一個人而已 他沒有 他沒有那個實力去管理台灣啦 他沒有那個什麼 因為他一個人而已 所以他不用管理台灣 所以他怎樣 他就把台灣怎樣 信託出去 你知道喔 他就把因為喔 這個 日本帝國收到台灣後 就把台灣怎樣 整個都把信託出來 信託什麼人 讓日本國政府去經營我們台灣 實際上我們在想喔 台灣都喔 叫什麼人去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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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經營 你去經營 你是本是奧元智 我就不再說了 他的政理是奧元智 我再說這些名字 這些名字是我前面都說過 都記錯 所以你前面記錯 打得不好的話 你這都聽不 你就放它去 喔 不是日本嗎 不是天皇就是日本嗎 啊政府也是日本啊 不是啊 你把我吻開啊 你如果说你这听不代表你前面 你那些基督都打了败 你天皇跟政府不不清楚 你记得我们是有奉帝国家 大英帝国女王跟大英帝国下面的政府 有一样吗 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不一样的名字 大英帝国女王是女王 他下面还有加拿大政府 也有英国政府 也有纽西兰政府 也有澳洲政府 拜托麻烦你把那个皇帝跟政府分开 那是国家的管理 现在皇帝都跟政府分开了 皇帝是皇帝 政府是政府 为什么 因为现在全球的规定 政府一定要由人民下去组织 不能够皇帝下去组织政府 所以现在都切开了 那跟什么关系 那跟大西洋宪章有关系 那跟联合国的宣传有关系 跟大英帝国宪章有关系 麻烦你看那国家的管理 就是现在皇帝 不能自己去经营政府 现在皇帝是皇帝 政府是政府 你知道吗 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侯 都这样了 皇帝是皇帝 政府是政府都分开 现在都分开了 那皇帝一般都一个人而已 那下面政府有几个人呢 所以为什么要跟你讲说 天皇跟日本国政府 麻烦你要分开 那就是这个什么 国际法的惯例 你如果听不懂 你要去听前面的章节 我说就是你的基礎 打了不然你才听不懂 因为 中华民国的诈篇教 他是不跟你教这个 他不是说 日本是一个二元制 他是有一个天皇 还有是台日本国天皇 还有一个日本国政府 这个日本国政府来的 他来民也有天皇 但是那个天皇是虚位 他是没管理的 什么看的原因 因为日本国是属于 日本国是民的 但是台日本帝国天皇 是属于天皇的一个人 所以你要把它分开 我跟你讲 台湾就归属于 大日本帝国台湾 大日本帝国台湾 由日本国政府经营 你听到吗 所以那是一个什么 信托架构 一个委托全权代理的状况 所以你要很清楚 原来台湾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信托架构 没有错 谁的信托 大日本帝国天皇的信托 从189年 4月17号 天皇去收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就变成台日本帝国台湾 就是一个信托架构 大日本帝国台湾 交给日本国去经营 你要记得 这就是台湾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信托架构的原因 然后要天皇战败 在1895年 1945年的9月2号 大日本帝国台湾向美国总统投行 那个湘湾文书 那日本帝国有签名 他有派他的代表从方会签 向美国总统投行 就是大日本帝国台湾向美国总统投行 因为这是一个租款建计 头人对头人投行 那我们台日本帝国天皇 投行之后就把台湾 大日本帝国台湾的信托架构 交给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 这叫麦克阿斯尔 叫中介就来 来降临台湾 来管理台湾 设一个什么 设一个台湾治理当局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中华民国流行政府 跟台湾治理当局 我前面就说这个问题 我就不再说你去听了 所以你如果很多钱 没听了 让你听了 我这都 我都没法跟你说 然后中华民国灭亡 那这个 是 后面像台湾机构 这个台湾机构 现在 现在 是AIT 这个AIT 要变成什么 要变成台湾政府的信托架构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天皇在1945年9月2号的时候 给我们这个台湾地国台湾交给美国总统 台湾人是一个信托架构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也要刚来恢复什么 它的信托架构 所以美国国家政府怎么 现在就怎么 给我们台湾怎么 打回原型 什么原型 台湾政府的信托架构 把你台灣頭頂的什麼 人民、土地和財產全都打包好 後來把你向台日本、大國天皇 人要簽最終的和平條約 因為我們台灣的最終和平條約不會簽 跟什麼人簽 台日本、大國天皇跟美國總統來簽 所以我們台灣的國際條約是日暑美戰的原因就在這裡 你要記得 台灣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信託架構 你知道嗎 都脫官的啦 什麼人在脫官這樣而已 同的 美國金錢回來的料理怎樣 他就把我們整個台灣都打包起來 對 把這個台灣機構因為 我跟你說 台灣機構現在是一個難民營 是一個臨時組織 那是美國總統用到台灣關係法 第十條裡面設 算是一個臨時性的組織 他是什麼樣的組織 我如果說發到別的那叫做難民機構 所以那是台灣難民機構 就是一個什麼難民營 那是美國總統如果發一聲說他收掉就收掉 因為你知道 台灣機構不是台灣政府 真正的台灣政府現在是誰 對 現在 現在 現在是AIT在台立啦 在台立管理台 現在我們現在 現在看台灣治療當局是誰 是AIT啦 你如果這個AIT後來會整個 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把它取代掉 這美國總統的下民營說 把這個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結合好 對 整個台灣都打包起來 整個打包到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裡面 對 所以你要講台灣政府它是個什麼東西 它是個信託架構 它也是個管理架構 啊 要給誰管理 要給USNG加TCG 管理台灣政府的這個什麼信託架構 所以 才會跟你說你的新聞情正面是台灣政府 後面跟你打USNG TCG 為什麼 它是個信託架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就要打回原型 爬登在什麼時候 美國總統收到我們台灣那時候 在那天龍手頭收到 在法律上收到我們這個台灣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就是一個信託架構 就是大日本帝國台灣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信託架構 那時候美國總統去收 他算是要收到 他把這個台灣收到之後 他就給他設一個台灣治理當局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個信託架構 所以他要設一個台灣治理當局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個信託 就是這個中國立法政府去代管 去代理去管理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人家跟你說的這個台灣關係外 裡面跟你說的非常清楚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在1979年1月1號以前是 叫做中華民國 在1979年1月1號之後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就變成AIT 這個中國立法政府 他就變成台灣機構 台灣機構什麼 叫做台灣難民營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變成一個難民機構 所以跟你說叫做台灣機構 什麼 為中華民國 他是假中華民國 他是我剛才已經說過 他實際上在法律上 叫做台灣機構 他把以前滅亡 那些什麼 那些中華民國的法律 還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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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下去 你如果聽不說 大清帝國把大明王朝賣掉 大清帝國繼續適用大明王朝的法律 就是那個意思就對了 就一定消費 你知道嗎 他還用什麼 前朝的法律 同的 現在中華民國 就是這個中國政府 消費不掉 消費不掉 之後他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台灣難民營 就是台灣機構 繼續 以前還沒問 中華民國的法律 叫你贏 所以我還說 台灣機構 為中華民國 就是假的 假的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是假的 我們現在 台灣民上看這個中華民國是假的 在我們台灣這是假的 是這個像我們台灣的名字叫做台灣機構 台灣機構有什麼名字 是一個臨時性的機構 如果說是一個叫做難民營 它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所以你現在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那個也不是國籍 那是證明你是難民 人家跟你說 人家美國法律說 那叫做無國籍 所以你拿中華民國的新聞前 跟 跟 全世界都沒有人要跟你信任 那是一個什麼 那是難民的證明 你拿中華民國的新聞前 實際上按照法律來說 是一個難民 難民的狀況 因為它是難民 所以 AIT 這麼把你政治庇護 所以實際來說 中華民國的護照 實際上是一個難民護照 一個美 是 美國在政治庇護的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 一個臨時性的護照 所以你要知道 你拿中華民國 護照處理的意思 是什麼樣的意思 它是 它是 屬於美國政府在庇護的庇護護照 叫做政治難民 因為你現在法律上就是 中國的政治難民 跟日本的政治難民 都是難民 因為都是難民 所以給你庇護護照 所以你這個中華民國的護照 實際上是一個什麼 台灣機構的庇護護照 什麼人發的 AIT發的 為什麼 因為AIT 只屬美國總統跟國會 也跟國土安全局有關係 所以怎樣 它可以透過AIT發庇護護照 給你這個台灣機構的 對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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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照 什麼人發的 AIT發的 所以喔 那個時候你知道喔 那個時候在 酒 那個時候在 什麼 那個 日本發生大海 大海 之後的時候 有幾萬人的什麼 美軍的軍事 來我們這個台灣的時候 他怎樣你知道嗎 AIT 直接在我們的海關 你知道嗎 它開個 通道 直接喔 美軍直接進去台灣 什麼樣的原因 現在講的是 整個海關 什麼都AIT灌的 那些護照 什麼都AIT灌的 啊 實際上你喔 這個台灣 機構的中華民國 身份證是什麼 是一個庇護護照 一個難民護照 難民的護照啦 什麼人發的 AIT發的啦 所以喔 你喔 有看一點喔 這個中華民國的 補照的 條件 跟美國 補照的條件 什麼都一樣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中華民國的 補照 就是美國發的 發到八個 你他的政治難民 你喔 你喔 現在這個台灣 機構 中華民國在美國 法律裡 做人家啦 但是我們 美國知道 這不是一個 正常的組織啦 因為人家說 他不是一個政府 啊 你這個台灣 機構 拿中華民國 這個畢竟 不是一個國際 啊 台灣機構 也是一個政治煉獄啦 所以這個喔 台灣機構 是美國總統 上代 解決的一個 國際問題 啊 因為他不正常 所以他要正常化 喔 嘿 就是我們喔 現在要說的喔 他要設一個什麼 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跟台灣 機構 這台面的人啊 這個人民 土地跟財產 整個都打包起來 都 整個案件 法律 整個整理 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嘿啊 這個台灣政府的 前 這個前身是哪一個 就是AID 所以喔 你會覺得很奇怪喔 AID 他現在為什麼 在蓋一個新館 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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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姆金屋 100號要蓋一個 很大的會館 我如果說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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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法律來說齁 他現在AID 蓋的那個就是 台灣政府的 什麼 總部 人家這港的台灣政府 就是一個信託架構 在那裡啦 這是按照法律 跟我們說 所以 AID 未來就會按照 如果說 美國台灣關係 第六條 裡面有規定 他就會變成台灣政府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是什麼 台灣治理當局 就是這港的什麼 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對我說這個是一個 合法的喔 這是一個合法的架構喔 這是很要緊的喔 這是說 因為那時候 美國總統受到我們台灣的時候 你喔 台灣就是屬於 大日本帝國天王的信託架構 在那舊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是說叫日本政府 你不能再管理台灣 所以跟你說那個舊金山和平條約 二逼有沒有 那是叫日本國政府 不可以再管理台灣 所以叫做日本renounce 放棄什麼 台灣的什麼 信託管理權 你日本國的政府 不可以再管理台灣 大家說 你日本國的政府 不可以管理台灣的時候 我問你啦 啊這個 這個 他喔 他喔 現在要叫什麼人管理 那個時候 一開始是叫 中概就管理 喔 啊 因為我說 中概就 他一個人 本來就是台灣治理當局 欸啊 因為中概就 也一個人而已 所以他都叫他那個 中國流行政府做 就是中華民國做 所以 中概就 加上這個什麼 中國流行政府 就是這個中華民國 叫做台灣治理當局啦 在1979年1月1號 進行都這樣啦 啊 廖一號在1979年1月1號 廖一號 這個中國的流行政府 就叫做台條 這個中華民國 叫做台頭 法律上滅亡 啊滅亡完之後 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就叫AIT 接收尾 欸啊 這個以前的中國流行政府 就變做什麼 變做台灣機構 就是台灣難民營啦 這是人 人喔 美國是怎麼變大衛魔術啦 是啦 他用法律 麻麻你去看法律 那個台灣官司 裡面 讓美國整天 穿穿搓搓 中華民國 早就滅亡了 啊 他現在變成一個 台灣難民營 然後繼續使用什麼 以前不忘的 中華民國的法律 啊 這就是台灣是 政治煉獄的原因啦 台灣機構是一個 政治煉獄的原因啦 啊 你要知道齁 這個台灣機構 你要知道也不是一個正常的機構 他是什麼 他是一個難民機構啦 啊 裡面他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 第一個 他的人民的國籍有問題 因為他是難民 現在台灣 機構 內民只知道說 內民有中國的難民 也有日本的難民 啊 現在都還不分類 所以他就把你 美國軍政府 就把你用一個 叫做CS令 那個個手的結論 他跟一個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啊整個都要分類 齁 齁 你如果要打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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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的是什麼 是台灣政府信託架 架架架 什麼什麼 日本成名 齁 日本聲明就是會 你的國籍 啊你如果要打C 那是什麼 對 中國的流亡難民 然後你也可以拘留啦 因為那是拘留權啦 齁 所以你 你難民 你是中國流亡難民 你也可以拘留權 對啦 所以你也是要辦新聞政 你如果要留下來 你一定要辦 你如果不要留 你就是給我們錢反倒 齁 啊當然這個是有條件的拘留 這要看法論齁 齁 這我們以後才來講 我們這件事才來講這個問題 嘿 對 所以你就要很清楚的說台灣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台灣機構是要收掉的 啊 整個都要收給台灣政府的 好 我人民的問題 我先講一下 第二個我要講土地的問題 我問你啦 這個台灣機構 畢竟是一個難民營 啊他擁有台灣的土地嗎 實質上他也不擁有 但是齁 你齁 你齁 所以土地的頭頂都當中華民國 有沒有 中華民國什麼 中華民國都有 有沒有 我告訴你 這個土地都不屬於什麼 不屬於這個台灣機構中華民國的 嘿 所以他整個土地 台灣以後 土地 整個都要 整個什麼 都要 怎樣 整個人說的怎樣 要減低就好 怎樣 整個都交給台灣政府這個信誤架構裡面 所以我們整個土地 最後也要歸入台灣政府這個信誤架構裡面 對 再來講到財產 財產 財產我們要說一下 什麼 台灣機構裡面有很多財產是怎樣 是以前中華民國演唱 國民黨跟唱 嘿 就是那些 財團跟唱 跟騙的 因為我說台灣機構就是一個政治煉獄 所以 台灣後面的財產 他要想要怎樣 嘿 他會叫轉型正義 嘿 他會像我們說最後面的聲音 你知道嗎 我們說的 我們這個台灣的 台灣的 這個 這個 轉型正義 在那 2016年的 12月份的時候 美國總統跟國會 他有通過一個法案 叫什麼 馬格尼斯基的人權問責法案 這就是我們這個台灣的 未來的轉型正義 要怎麼說呢 來 你要聽這個 什麼 美國總統跟國會 所通過一個法案 這個就是 馬格尼斯基的人權問責法案 被非法處決 被嚴重侵犯人權 遭受酷刑的受害者 並對上述事件 互有責任的政府官員 妨礙為爭取人權之個人或組織的官員 有嚴重腐敗受惠行為的官員 包括上述官員的代言 並未上述所有人員提供便利 轉移其非法收入 提供其他技術支持的相關人員 他就是說這個中華民國 對這個台灣支國 嫁的中華民國以後會被出運到 按照這個馬格尼斯基的 人權問責法案整個處理掉 因為這個台灣支國實際上 都在侵害我們台灣人的人權 都把我們偷取錢 偷取財產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中華民國的體制 你知道嗎 整個 整個財團 整天都在騙外頭去 所以現在台灣人的這個生活 整個都很不好 因為 這個台灣機構的這些什麼 這些官員 跟那些財團 現在都在搗糕了 對 都在北修我們台灣人民 所以這個医療怎麼 整個都被出運到 按照法律把這些財團 值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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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對 這跟什麼 這跟日本財團 那個時候 日本財團 那個時候 所以很多日 很多日 什麼 都被出運到 所以我們台灣以後的財團 也一樣 你給予台灣人民的那些財團 全部都被 被解散掉 跟國民黨 跟民進黨 有關的一些 什麼 附屬組織 整個都可以出運到 對 你知道嗎 就是整個台灣還要反應 再來一次 來做新的 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 以前都是一個 臨時的狀況 臨時的組織 都不合法 所以你現在把中華民國 什麼做一些商業登記 不好意思 都不合法的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 根本就不用有台灣 你為什麼向他登記 你還在那邊經營 他不是違法 不是非法 不是臨時的嗎 對啊 所以你最後 我們現在台灣的所謂人民 土地財產 整個都叫什麼 美國政府收起 台灣政府的信多加工 裡面 對 這樣 含著什麼 我們台灣這是什麼 這是國際地位 整個都正常化 以前 在1945年 日本整個都戰敗的時候 政府跟國民黨 就過來台灣 把我們整個台灣 都變成中華民國 所以就是 這個什麼 什麼 中華民國 竊佔 日本台灣 他就把我們台灣 所以日散 日本的土地 什麼樣的全國名 都把它收起 在中華民國裡面 把台灣變成中華民國 把台灣變成中華民國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 國際條 全部都不簽 結果我們台灣 變成中華民國 就是 集會就 這個人 他下民人 把我們台灣 都變成中華民國 你包括 我們所有台灣的人民 都拿到中華民國的國際 我們台灣的土地 都變成中華民國的 台灣很多 財產 很多 日散 全部都叫做 中華民國 這個政府 幫你衝攻 有嗎 啊 是不是我們這個 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什麼 強盜政府 給你什麼 都給你接收 有沒有 那叫做 接收啦 強盜啦 政府跟中華民國 過來就 把我們台灣 把我們台灣所有的 都變成中華民國 我們 這個 台灣上面的人民 土地和財產 都變成中華民國 對吧 有啊 他 他 中華民國 做過這些行為 所以是 為什麼 中華民國 國民 政府 接收什麼 大日本帝國 台灣 把我們整個都 把我們衝攻 對 把我們整個台灣 全島的人民 土地和財產 都變成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 是一個 強盜政府 沒有錯啊 啊 就是中華民國 竊佔什麼 竊佔日本 台灣 對啦 因為他竊佔 所以人為什麼 人最後悔 在1979年 1月1號 之後 美國的台灣 關係 才把這個中華民國 變成一個台灣 機構 你這樣唱 我就把你變成一個 難民營 這就是美國的政策 美國都知道 他都知道 那中華民國 以前在唱 我們台灣 那叫做 結束啦 啊 因為我們台灣 經過這個 蔣介石的 中華民國 結束之後 要怎樣 讓美國 在1979年 1月1號 之後 就把這個 中華民國的 國民政府 全都抬頭 他變成一個 什麼難民機構 你這樣唱 我就把你變成違法 所以 你要知道 這個台灣機構 什麼名字 它是一個難民 它是個非法機構 你知道嗎 非法的 你 就不可以見光 你在國際社會 你就沒地位 所以 你來看一個問題 這個 台灣 機構的 中華民國 他那些官員 都不可以跟他見面 為什麼 因為那是 查他政府啦 你知道嗎 這個台灣機構 這個官員 全部都什麼 查他政府啦 所以 人 人 這個 美國的官方 就 禁止什麼 美國的官員 跟台灣機構的官員 見面 他有那個 下那個命令啊 台灣機構 所有的官員 絕對不可以和美 跟美國的官員 有官方的接觸 你知道嗎 然後 美國的官員 也絕對不可以跟台灣機構的官員見面 因為 他們 都有什麼 下死命令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台灣機構 是未來 美國政府要收 你 收 要把它收拾一個國際問題 所以 不可以有感情 所以就跟你說 台灣機構的官員 也不可以跟美國的官員接觸 因為什麼 這個台灣機構 他就要收拾 所以美國的官員 不可以建台灣機構的官員 因為 人家也不承認台灣機構的官員 是一個合法的官員 人家也不承認台灣機構的官員 人家說的黑官啦 你知道嗎 黑官啦 所以我們現在 民國什麼總統啦 什麼立法院長啦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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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司法人 那些都黑官啦 在國際上 都黑官 黑官啦 你知道嗎 不是合法的官員啦 所以人家 美國的官員 就不要理你啦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台灣機構 未來就是要被美國官員 收拾的一個對象 所以不可以和他見面啦 好像說 我現在跟你當作是 還是狗 我人家幫你抬的時候 說的時候 我就沒有感情了 你知道嗎 我們常常 你還在裡面 我跟你說你以後變了我不知道 因為我已經出來 我也受害者 我現在在怎麼受美國軍事政府的保護 我比較聰明 我比較知道怎麼會走 所以你要趕快來辦什麼台灣政府的什麼新聞情 你就歸入台灣政府的信託架和美軍的保護 所以你要要來 所以像我們說的 台灣機構是未來美國軍事政府要處分的一個對象 這就是台灣機構以後的名字 沒辦法因為他已經非法了 因為他以前政府改造跟中華民國國民黨這些人 他犯很多錯誤的 他都侵害我們台灣人的人權 之後美國現在要收拾起來 現在收拾起來之後 我們就說他就變成台灣政府這個產品信託架構的財產 這樣我們台灣在國際社會怎麼完全都學問的 但是我們要說一下市委 你台灣政府不是一個國家 我要說我的市委 它仍然是一個管理單位 但是為什麼 美國仕同台灣政府是一個外國政府 但是我說你不是一個合法的國家 我後面說這些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 你是一個信託架構 你如果實際來說 台灣政府就是美國總統和國會的信託財產 所以美國總統和國會都怎麼說 你知道 說你台灣是我美國的利益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你台灣現在是美國總統跟國會的信託財產 他在你信託什麼人的財產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台灣財產 所以人家跟你說 台灣是美國的利益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台灣在美國總統跟國會的信託之下 人家在你保護 用美國憲法 你保護台灣這個財產 所以你看看 台灣嗜同美國的利益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台灣是大日本帝國天皇的財產 所以 也叫做台灣信託架構 現在台灣的信託管理權 每個什麼人手段 每個美國總統跟國會手段 人家人家要整個信託 台日本帝國天皇 所以他現在 人家美國總統 或是美國國會跟美國軍事政府 現在就要開始打包台灣 要來把台灣打包起來 要把打包叫什麼 叫做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未來要交給誰 未來要交給USNG加TCG來管理 因為按照什麼 按照美國換年的財產 他說第一點 你台灣人沒有國旗 第二點 你台灣人沒有政府 尤其是第二點 台灣人你沒有政府 所以他就給你設一個台灣民政 就是USNG加TCG的架構 未來要去管理這個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最後 最後的時候 美國總統跟那個 大日本帝國天皇簽和平條約的時候 跟你台灣怎麼樣 你這個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跟台灣民政 整個都給你打包起來 信託天皇 這個天皇如果收到台灣政府信託架構的 這個什麼 人民 土地和財產 跟你這個台灣民政的管理單位去 他就怎麼樣 他就把你台灣民政 變成什麼 變成台灣政府 把你這個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給他 把你台灣民政的人給你落下去 你就變成什麼 你就變成一個台灣政府 那時候台灣就是一個國家 那叫做什麼 那叫做層級降下 天皇說你是日本人民 你現在都沒有政府 所以我日本天皇 我台日本帝國天皇 我就用我的名字 把你台灣認識一個國家 那他去收到這個美国總統 這個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跟你台灣民政府的這個什麼 這個管理單位的時候 他就整個都把你錄在台灣 對 他就怎麼樣 讓你就地合法 他就地合法的方法是什麼 是層級降下 他就把你認識一個國家 他說 我因為 你不要記得 人家天皇是大日本帝國天皇 人家在國際社會裡面都是奉帝 拜託他跟英國女王是同等級的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有2000年的領事 人家有那個管理 你台灣就須於台日本帝國天皇 人家就按照台日本帝國法律 給你層級降下 給你台灣做一個國家 因為你要記得 台灣屬於誰的 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皇 你現在台灣人都沒有國家 台灣都沒有國家賣什麼 你日本國政府 你也不可以管理台灣為什麼 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天皇怎麼樣 天皇就要幫你塑一個什麼 日暑的幫人 你台灣漂亮我天皇的 我幫你認識一個國家 他叫做日暑幫人 就幫你台灣怎麼樣 幫你台灣政府的信务 這個正式的國家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們台灣 可以加入聯合國 台灣可不可以加入聯合國 有機會 在什麼時候 在未來 什麼時候 天皇跟我們 建立一個國家的時候 你要給我們台灣的最終的國際地位 絕對要回去天皇 因為我們要知道 國家是按照法律下去設立的 所以你現在 你如果 像你說台灣要認識一個國家 我說 美國總統也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人家只有占領權跟管理權 他是一個信託的管理權 他沒有辦法把你台灣 設一個國家 誰才有權利 按照國際法來講 只有大日本帝國天皇 只有大日本帝國天皇 有那個權利 把你台灣設一個國家 那叫做成績向下 我最後面 才來講這些問題 所以我這一張 我就要跟你講 台灣未來就會變成 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要交給誰 交給這個什麼 USNG加TCG的 這個台灣民進府去管理 嘿 這是和華的 未來就是 最終和平條件 我們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跟我們台灣民政委 整個都交給天皇 天皇 才把你成績降下 嘿 才把你變成一個國家 那就是什麼 日暑邦年的架構 這是為什麼 我們這一章要講 這個什麼 這個台灣政府 信託架構的原因 我要跟你講清楚 因為 其實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人家這個 美國總統 國會 跟美國政府 跟日本 提供都給我們安排好了 所以你 你都不能假 你都照人 的安排這樣做 就好 因為這都合國制法 我認為說 我這樣跟FNC他們的做法 完全都合法 完全都合乎 完全都合乎 國際法 你要知道 你認識一個國家 你一定要合法 你合法才可以長治久安 你不可以這樣用唱的 用騙的用頭 那種的國家 他都會變問題 你看為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今天有問題 還是以前 中華民國共和國 受不了 什麼樣的原因 他們都違法 他們都違 他們都什麼 他們都去跟手 去騙我的頭上 所以你看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今天 在關中國 也管理得不好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他以前跟手 你知道嗎 阿吼 阿吼 阿吼是跟手過手了 他要怎樣 這樣就地合法 但是我會講 那也是唱的 所以我會講 你如果跟唱的人 你的下場 他會很壞 所以現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管理 中國時也管理得不好 什麼樣的原因 他是一個強盪政府 阿不得 因為他們都用共的 很厚伯 那也不得 所以 美國總統 這麼順利 好了好了 你如果中國人 發育你就這樣做 阿也沒有辦法 所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地合法在管理中国 但是你说他的政权有问题吗 有为什么 他是个强盗政 所以我跟你说你不可以违法 你违法我来说你会让他天诛地灭 你知道意思吗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也让他让他天诛地灭 什么原因 他是跟非法抢夺 人家没法抢夺 他就说好了 他顺利的义 但是他仍然在上帝的主权那边 他也是一个强盗政 所以你不可以去非法抢夺 你国家会忘掉 你知道吗 你看政权就好了 那政权以前的中华民国 都去给中国唱 过来我们台湾 日本台湾也唱 唱到要怎么办 忘了说 王国呢 为什么 他都在为什么 违反体制法 侵犯主权 都在做一些强盗诈骗的行为 所以不太好 你知道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国不成果 家不成家 什么样的原因 强盗政府 用唱用骗的 骗到后来你就没说 所以我给各位告诫 所有台湾人告诫 你不能用唱 你也不能用骗 麻烦你叫 美国总统跟日本台湾的安排 你还叫法例一步一步 你以后你台湾的合法性 在国际社会 人家才不会质疑你 你不要在想的 有的没的 在欧白的人唱 你会觉得这片土地是天皇的 你会让人尊重 你才有法律 人家就给你设一个国家 你不用什么台湾 你台湾就是人唱 这片土地是谁的 对吗 你先搞清楚这片土地是谁的 你去跟他说 人家说要让你一个国家 还比较和华的 你都会赌啊 像你都会天皇赌 说我买一个国家 人家又要让你 这就是合法的 人家又不让你 你也要说你 你也要定定 你知道意思吗 你这会备作一个 未来台湾这会备作一个 和华的国家和政府 全世界的法律 才会认可你 因为你是照国座管理 来成立的一个国家 所以你现在台湾人 你不能夾后 你要照人 日本天皇和美国总统 安排你一步一步 照人这样来做 你以后就变成一个 合法的国家了 因为你台湾人 400年将来 不能扳过自己的政府 麻烦你不要夾后了 你现在都听美国总统 跟美国总统 安排就好了 你安排 你以后 我说我对做 你知道吗 以后就你的了 你知道意思吗 因为这都合法的了 所以你要准备合法的路线 你不要去看中国人 这样用唱 要用唱 我说他就吃到鸡 我不会骗 我跟你说 现在所有的中国政府 法律上都有问题 什么看法 他们都强盗 强盗 你知道 整个套家里 中国优良的五千年温暖 就是骗 就是唱 所以 他们 这个中国人 所建立的政府 在法律上永远都有问题 都是一个强盗国家 强盗政府 那种国家 杂败的又出问题 因为什么 那是上帝 租款的原因 租款 绝对是圣洁跟良善的 你不能去做一些强盗的行为 去骗我 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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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样 我说都不会长治久安 你会像中国的政权 一直在那里更迭 为什么 因为他从来不用合法的方式 去建立一个政府 他都没有非法抢夺 非法诈骗 你像 租借在台湾 也会结束 也会诈骗 也会抢夺 所以租借 跟中国民国国民党 那是土匪 那是土匪政权 那叫做蒋匪 另外那边的叫做共匪 由蒋匪跟共匪 所组成的一个国家 会正常 所以那个叫做强盗政府 强盗国家 所以那英万的伟正雄 在上帝那边 永远不会饶过他们 英万就让他们在那里 什么样的原因 非法抢夺 非法诈骗 人家会骗我的头衬 所建立的国家 那那不是国家 那不是主管国家 那是 我说中国是国家 是强盗国家 所以你看看 中国的政府 利潮利带都有问题 为什么 非法抢夺 都在骗我的头衬 没到要怎么 中国人所建立的国家 国不成果 家不成家 什么样的原因 违反主权精神 所以我跟你说 我第一本论 你要去讨 主权精神 你要好好去讨 你一个国家的建立 不能用唱的 你用唱的 你会去到上帝 给你买掉的 上帝有那个主权 把一个国家 兴起来 也可以把它灭掉 你知道吗 上帝的那款 你最大 叫做租款 三文体 那个摩西石界 里面就给你 告诫 你不能去强盗 不可强盗 你如果跟 唱的国家 去成立 我说你会说 你会说不定的 你看中国 现在要用消费 什么说完 他自己的消费 自己啦 因为他都用强盗 非法抢夺的方式 所以怎么 他现在国家 也不平静 为什么用唱的 啊人民都知道 这个政府 用唱的 啊你给他批 所以人民 人民啊 人民啊 干你政府 跟我唱 干你不可以 跟你唱 你知道吗 所以同的啦 上下交相贅 你以前 你以前 共产党用唱的 现在中国人民 也要跟你唱 你知道吗 你如果用唱的 也要跟你唱 你要记得啦 所以你不可以 非法去建立一个政府 我们 我们现在台湾 按照所有法律的程序 好好照法律去成立 你的这个什么 照国制的法 照我们这个什么 主管的精神 去建议你一个 合法的政府 跟国家的心 以后全世界 你包括我们台湾 台湾人民啊 都会非常心安口福 说我们的政府 跟国家是合法的 好像说一个人 很简单啊 你如果说要结婚 对吧 你两个都很义 你两个要去合法结婚嘛 你知道吗 你合法去结婚嘛 你合法去结婚 人们就承认你的婚姻是怎样 合法又有效的 对吧 你不要去说怎样 你不要 你不要说这样 先有好婚 那是很不好的 毕竟是一种什么 窃盗的行为嘛 那一种婚姻就比较 都比较没有收到人家的注文 对吧 你如果要结婚 你如果要结婚你要合法 你如果要生意一个政府的国家呢 是不是要合法 对啊 那你要合什么 合 合什么 合 那个租款精神 就是美国总统 带婚姻的 那台面就给你诈租款 说我们这个 天地租债的法律是什么 麻烦你要叫天地租债的法律来 那叫做租款 那叫做租款精神 租款的法律 因为租款的法律是 全无条上官的法律 啊你要照 全无条上官的法律来建议你的家庭 还是建议你的国家 那你意义怎样 你这才长治久安 所以告诉你 第一份租款精神 你要去投 你就要看 所以说 他们现在中国政府的问题 他们中国人整个投下来 你都骗过他头像 所以他们所造成的政府 政府一直以来都有问题 在法律上 在主权的法律上 永远都有 变成诟病 人所的人民都知道 中国的政府都是用唱的 非法抢夺 非法诈骗 所以你以前 这个国民党跟唱 你看他已经灭亡了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 为什么 非法抢夺 非法诈骗 再来国民党 如果梦这个中华民国 如果梦我说 下一个就是什么 中国的共产党 他也用唱的也有骗的 所以人们说什么 讲肥跟共肥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上帝那边的法律 永远都没过关 所以上帝 叫所有全世界所有人民都给他反抗 上帝跟所有人民说 这个政府是强盗 你不要服从他 你可以反抗他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那就是上帝的主 我问你 上帝是你主管人 主管人性的 你知道吗 他如果要叫一个人 起派就起派 叫他起来反抗就反抗 你要知道 这就是上帝的主管 上帝的主管 决定我们所有人类的 这个什么 会死命的奉用 所以你要什么 你要顺服这个主权 你要知道什么是主管 你会知道说 我们台湾未来的路线 你要怎么叫上帝 什么 合法的路线就去走 你知道吗 人们一定给他安排好 所以你不要够后 你现在就叫这个台湾政府 这个人 美国国政府 买起来这个台湾政府的性多架构 这个USNG加TCG的架构 这些人的法律下去 你未来台湾就会成为 在国际法上面 什么 合法的政府跟合法的国家 那一次到位 你台湾人第一件 建立国家你就成功了 所以你不能去 摸那些 有的没的 骗我的头唱 什么台湾独立 那也是强盗啊 台湾独立也是强盗 我后面那几个章点 要来说台湾独立的问题 台湾独立是一个强盗行为 你要知道 台湾一定有人的 什么人的 台日本帝国天皇的 所以你不用在那百人的土地 头顶啊 没有经过人家的许可的建立国家 所以台独闻不对 什么样的原因 那是一个强盗行为 台湾不是你台湾人的 是台日本帝国天皇的 那你如果要成立国家 可以 你去天皇说 天皇如果要让你 如果要温存你台湾人 成为一个国家 你这样就是合法的 那美国总统和天皇都说好了 你知道吗 你就叫人的路纜来就好了 所以什么台湾独立有的没的 我说一概都不行 因为那在国家的社会都没过 都是属于什么强盗的行为 同笑 所以台湾独立是非法的 我跟你说 因为那是一个强盗行为 因为台湾不是台湾独立人的 你知道吗 那是一个强盗行为 人说 美国的政府和日本帝国说 是人对这个租款的问题 人是很清楚的 我也清楚 我知道人这样做是对的 人用这个台湾政府的信多架构 是完全叫这个什么 天台湾这个租款的法律来的 因为你现在台湾就要照人的这个什么 这个租款的法律就是这个台湾政府的信多架构 你以后你台湾人说成立的一个国家在全世界 这个主法国家来说 人家才会承认你台湾人什么 合法建立的政府跟国家的什么 的那个合法性 你以后台湾什么 你才会长治久安 这是很要紧的 这样我们这个台湾政府的第二十五章就在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